好 那剛剛文婉有說 在李宇清醫師 在臉書下面互有一張律師函 上面是這麼寫的 一 本人因為外遇 造成本人配偶腦溢血死亡 不是真實 不是事實 實際的死因是 他二十一年的罕見疾病所致 這第一點 意思就是說 不是我害死的啦 對不對 他沒有直接害死啦 同意啦 但那個報導的那個標題 其實意思就是腦溢血 他害他腦溢血死亡的嘛 那是不是民眾自己猜測啦 就是 對 那第二點就是說 本人配偶及其娘家曾投入數百萬元 支持本人的事業 這也不是事實 第三 媒體報導說 本人不願意離婚的原因 是不願意給付六百萬的散養費 云云也數不實 其他非本於事實之言論 請勿任意轉述 以免處罰 最後這句話最恐怖 那這個律師函呢 這個知名的律師李宜貞 他說這個李 李 李 律師 你的律師函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你也沒有律師署名 用字用語都不精確 冒號疊用亂用 內容雜亂無章 二十一年罕見疾病致死 很難想像是哪位醫生敢做這樣寫的結論 律師都不用查證嗎 李宜貞也上網查了這間事務所的地址 google的地圖 顯示出來的建築物也很奇特 他就改用事務所的英文名去查 還查到德國去 然後李宜貞就說 你看要不要問一下這個律師函的來源 不要遇到司法黃牛 如果你這個律師函真的是律師寫的 他就直批說 抱歉 你的律師函寫的真的太爛了 看要不要重寫 對當事人以示負責 至少要署名嘛 那我想請教馬律師 所以律師函一定要署名嗎 當然啊 我們會嚇人的是那個名字 我們會嚇人的是那個名字 我們要告訴他說 你再不怎麼樣我就要怎麼樣 一定是告訴他 這是一個真正的律師發的 那這個律師一定在臺灣有登記 因為專業制度都有登記名字 所以查都查得到 甚至你會留地址 將來任何人要去跟他聯絡說 我要跟你協調 像我發律師函寫給人家 我要你命幾天出來跟我協調 去地址去哪裡找 你要來找我 你要來找我 不然我就要去告你 所以基本上面那種對象 自己的律師名字要可查 可溝查證 第二個你的地址要給人家 甚至事務所的電話都要寫在上面 這樣才能夠 不然這種邪法跟詐騙信有什麼兩樣 那為什麼這個律師函沒有署名呢 我就覺得我們會質疑 所有律師會質疑 律師函沒有署律師的名字 那沒有地址 那會不會他不是律師寫的 他是自己寫一寫 有可能 因為這個你如果冒用別人的名字寫 會偽造文書 又多一條刑案 你如果寫個律師事務所 如果是一個沒有律師的名字 他就亂寫 基本上面我覺得還卡不到 偽造誰的名字 偽造哪個事務所的名字 但是如果他今天把事務所的名字 寫得很清楚 如果又沒有那個名稱 檢察官是可以直接 那請律師寫一個律師函 很貴嗎 還好吧 多少錢 大概八千塊到一萬多塊都有吧 黎醫師沒有這種錢嗎 要看他 沒有 花錢是這樣子 看他捨不捨不捨得吧 花錢是捨不捨得的問題 不是花不花得起的問題 給小三用他捨得 他其他的就想審 就很多醫生會這樣子 而且醫生 八千塊一萬塊而已 他們有朋友嗎 其實朋友幫他寫也不用收錢 有可能 因為很多醫生會覺得 自己也有相當的能力 然後其實也看不起律師 真的啦 真的 有可能 有可能 地流的人讀醫學 地流的讀法學 他已經他每天都 他又跟律師不一樣 他每天都在聽旁邊的人吹捧 他說 黎醫師你好厲害 你好棒 你真的是太 你寫了什麼文章 我們都給你按讚的時候 他會不會覺得他自己能力很高 他可怕看不起律師寫得 想說這也不過三行字 為什麼要花八千塊 他有收我多少錢 有專業 沒專業 就差在這裡 只是問題是 通常醫生都會認為 他的程度很好 他的IQ都很好 這是真的 因為我有學長打電話 來跟我講說 他婚姻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問了一句說 學長那你請什麼律師 他說沒有 我都自己來 都自己來 他說那些我都會寫 我自己整理得很好 對 這個柯文哲市長說的 一流的讀醫學院 對不對 二流的讀理學院 工學院 三流的呢 藝術 藝術 好像是 就是念藝術 那法學院是幾個 連三流都排不上 陸流嘛 太過分了 OK 不然我的意思是說 你也有律師朋友 對不對 拜託一下總有吧 不過哪有可能 因為他讀了署名 那個律師事務所 有關章 他是有蓋印尼的 這印尼要從哪裡來 對 律師事務所的 對 有印尼呢 但是這顆一個才一百塊 這可以顆 所以我說過 如果今天我們真的打電話去問 其實事務所是可以打電話去詢問 他有沒有留電話 電話直接問 請問我們有看到這個律師函 是不是貴事務所所發的 一句話就解決 電話卡在就好啊 如果電話還給你掛掉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律師事務所又不是做賊 打電話去他還拒接 然後問你說 你們是不是有發這個律師函 他還不敢講 你是用這個律師函要嚇人家的 結果打電話問你 你還不敢說律師函是你們發的 不是有點小偷 小偷遇到警察 還是小偷是警察 警察是小偷 沒有 李甄律師也真的是 一般我們是不會去打上去 看這個律師事務所是在哪裡啊 然後有沒有電話 還真的被他找出來 真的有貓膩 因為一般如果你是正統的律師樓 我老實講你一打 其實他都有那個地址 電話 都其實都會很清楚 或者下面的那個 所謂的律師的那個陣容 其實都會一次排開 也謝謝 如果都沒有 李律師 你不這樣講 我們還不曉得 真的會不曉得 我覺得李醫師可能太低估別人的智商 太高估自己的智慧 而且我覺得他這封信 應該只是要威脅恐嚇 不要亂傳 他其實並沒有後續要做什麼 但他就是要威脅恐嚇大家 不要做 不要再講了 對 不要再講了 他只想達到這個目的 他根本就不想花錢 去找律師來好好的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所以我覺得他處理很多事情 只想達到眼前的目的 並沒有真正去思考全盤 通盤 怎麼做比較好 那崔芬我再請教你 因為原配生前這樣寫了 他說我老公跟公婆 讓我覺得很自卑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棒很厲害 義中剛剛講說他是音樂系的 那所以他是音樂老師嗎 對 OK 因為好像醫學院取很多音樂系 以前我們 最喜歡 以前我們 最喜歡音樂系 我跟你講 我打個殺 以前我唸師大 有音樂系 我們大一的音樂系公關超熱門 你念音樂系的那個班 那基本上幾乎都女生 班的那個公關的 就只會各系的都會跟他聯絡 音樂系裡面最忙 忙到你知道排到那個schedule 已經不知道怎麼排了 太各 但是他們會挑嘛 他們有個優先順序 醫學系是OK 沒問題 台大電機可以 世大音樂系已經是第一志願 然後能念音樂系 在從小家裡的環境真的要 因為我聽過他們那種學音樂 從小時候就要請家教 那真的都一兩千塊一兩千塊 所以那個家裡可能砸了數百萬元 才有辦法栽培出他的孩子 成為這個音樂系 他又是當音樂老師 我以前也夢想跟音樂系交往 我說真的嗎 為什麼你夢想音樂系 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也喜歡聽古典樂 他如果說我將來 太太在家裡有一個鋼琴 可以這樣聽 直接現場演奏 但是我去追音樂系的時候 都直接被打槍 為什麼 就是我那時候我覺得我太gay 我那時候喜歡一個音樂系的女生 那我覺得音樂系要有氣質 所以我那時候跟他講話 我都不敢講台語 為什麼捲舌就是有氣質 要氣質 對 我知道有氣質為什麼就要捲舌 像台灣國語啊 不能太老口 那你知道多好笑嗎 那時候我還跟他去學那個開車 因為那時候網路上看到說他 他要去學那個 我教你開車 我趕快 不是 我們去抱 趕快跟他抱同一個駕訓班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 教育們帶了一個月 然後就想說這樣子 應該有點交情對不對 那你知道最後怎麼樣嗎 當然他就不理就是打槍 我不理我嘛 後來最後讓我吐血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們那個師大一樓那個 有一個交易 我吐血了 這交易 我看到他跟一個男生談戀愛 那個男生是一個 就是筷頭比較大的 他很醜用 說話都很平衡 我心裡講我當場我仰天常看 你知道 我看那種諸葛亮仰天常看 死而後遙啊 我幹嘛 你跟那樣的喔 對啊 你也要怎麼說的 對 你說什麼 我那個雞 雞半年 這半年都這樣講話 都卷序 這人是像那樣的啦 早知道就把四季拿出來給他看 從此我跟女生 對 後來我跟女生交好 我都做自己 女生都女生都那麼疼 我就是這樣 你喜歡來不要拉倒 因為我被那個音樂系的刺激 真的太大了 畢總 你穿鞋去 去學術學 國語要怎麼說 我 我穿鞋去學術學 還不錯 還不錯 OK 你是拿什麼 我跟公訓是以前公民的啊 就是說因為我就是真的是 我那時候真的第一次院就是要 我還想起來 我還去女生宿舍 那時候 我幫她擦 我還去幫她擦 幫她整理 很有心 很有心 對 就是跟她們最好看的 我跟一個比我還抬爆幾百倍的 那邊高昂我整個氛氣 那你很受傷嗎 受傷 我後來 水不是都受傷 是覺得說 我如果知道你教的那種 白搭 我裝了半年是在裝什麼意思 對啊 會氣自己 後來你帶母子是什麼 沒有啊 後來我就是 我就是我母子不是特斯大 就是都沒有啊 我母子就是外面學生的 對啊 唱歌學生的 也是很好啊 對 只是說當初我的夢想是說 我想要跟一個音樂系的 就是她沒有捲舌 才找到真愛 對 對 她講得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